文在寶貝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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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坐在後面的五排請往前面坐 不要坐到二十六六十就很難看 來 往前面坐 你們來這裡是花錢的 這不是花錢的 坐在後面要湊什麼 後面的位置比較熟 往前面坐 很奇怪 我們做學生的時候都這樣 尤其是大學上課的時候 很討厭的教授的課都坐在後面 我好像有給你們討厭的 不討厭就往前面坐 來 過來 你們在這裡討厭的這些東西 真的是有錢沒得好賣 我沒跟你騙 來 注意聽 我現在要把你們稱呼一個新的名詞 因為今天是高級班的第三天 你的名稱改變了 眾將官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因為今天過去以後 我們在座的各位 你不是在台灣民政後做總官 就是做 國官 所以你們現在 人家叫你眾將官 你欣然的 答應 今天在座 又再繼續 我早上說的 安倍晉三跟 建國神社的代表的律師 今天早上八點回去 他說 我到台灣民政府 來拜訪秘書長 真正是吃了 不是吃了一斤 吃了兩斤 怕兩斤 雙方才發現說 日本 怕你 國際法 國際法 一塌糊塗 當然他有多了 因為他本身是律師 第一 日本真有名 安倍晉三會跟他認命 做他的律師 確定這個人的程度還不錯 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說 說一斤 他就馬上了解 日本的毛病出在哪裡 我說 理所說的日本的毛病出在哪裡 跟 幾年以前 四五年以前 本來 日本在 中華民國的 交流協會的代表 叫做塞藤 塞藤 他說的 一樣 我們台灣 會在國際法 尤其是去美國 突出一趟 回來的這些人 也犯了一個毛病 很嚴重的一個毛病 什麼毛病 對英語英文翻譯為 漢文 跟翻譯為日文 都搞錯了 他說 這邊 今年四月份 歐巴馬 去日本 風雲的時候 他說釣魚台 美國有 施政權 自於 釣魚台的主權 他就暫時不講 日本人聽不 日本人說 啊 施政權不是主權嗎 施政權就是管轄權啊 不是主權嗎 這就是 東方 亞洲地區 人民 不懂的地方 因為 三文字 這次 這個英語字 最近的 100年 才出的 歐洲地區 共的國家 將這個三文字 跟這個管轄 聽了兩個 因為以前 台北都是有 國王 努王 的國家 你想想看 差不多前一世紀的 這個叫做國際上 幾乎所有的國家 都是國王 不然是努王 你想想看是不是 日本 有天皇 中國 清朝有風地 外南 有風地 緬甸 有風地 有 泰國有風地 菲律賓是因為 去到西班牙 殖民 但是西班牙 也有女王 是全世界都有國王的所在 我們 台灣人 國民黨不想跟你教這個 你叫做生出來 你就是 你就是人 其實我們不是 在中國人裡面 我們不是人 我們是什麼 跟政生一樣 是可以被奴役的 普通人 我們以前 在這個國際上 在這個世界上 是都一直在做路雷 以前的路雷是怎麼做 你有看過電影嗎 以前的路雷 尤其是 羅馬時代 管理者都怎麼樣 拿錢長邊 叫你做事你不再就跟你撕下 有沒有 老公啊 你叫他說那些路雷 過去有煙貝勤死房 你去那個萬里廠廠 一樣 還酒頭啊 你不認真 朋友就跟你撕下 放在那裡 風田都將一般人 動作 他的歸屬品 是六月這個時代 中華民國是因為孫中山結明 孫中山真的中華民國的國父 我跟你們講 客家 你有怕這個齁 十次的清朝的結明裡面 武裝革命裡面 孫中山從來沒有在場過 你們去兵力室啊 對一次他在的 孫中山怎麼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父 其實孫中山是美國人 住在哈威爾 孫中山 好運啊 我覺得孫中山 這個人感聰 因為當時 他在歐洲聽到說 中國結明成功 他比較快的 冬頭去中國 那時候所有的記者 都是外國的記者 要找人訪問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會要說英語 只有一個人會要說 名字叫孫中山 就孫中山說英語 他講下去 不會 他就變成他的國父 所以你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來不稱他是國父 叫他叫什麼 對 革命先行者 我們要當革命先行者 我們不是當革命先烈 先烈是僵了 你僵了要做什麼 你來這裡就沒意義了 所以中國的歷史 是一連串的錯誤 跟一連串的誤導 我也跟你說過 當時 他就要發動對日宣戰 一套族給對日宣戰 你當時 才是行政院長而已 1949年12月3號 玉平歐來台灣 丹刑跟孫力人去接 一人又問孫力人 我到台灣去會不會有危險 孫力人這個公庭 他講一句話 你放心 有我的部隊在 你沒有問題 他會記起來 你孫力人有部隊 所以落後 本來是美國 軍事政府 在台灣的時候 要叫孫力人 做台灣當時的總督 這個村民去跟政府跟他說 美國人美國說要叫我來做總督 好 真心意 這種人怎麼會懂 真心意 這個人沒有讀書 他才沒有念書 他在日本讀書的計畫 讀書什麼讀書 在馬舟在七月 因為每天 早上以後 買也會流汗 每天七月 不是人在睡他在七月 七月一學期他就離開了 現在回到中國 所有的民地 所有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教科書 都是日本的軍官學校 他那個人哪有配念什麼軍官學校 所以我跟你說 當然你今天在這個地方上課 你會覺得 哇 跟日本人在我們這裡一樣上課 你會覺得 一連串的驚奇 但是我今天跟你講的這位 我拜託你 記得 然後你自己去調查 我說的對不對 你要試試看看 是不是我黑白跟你講啊 調查如果對 台灣民進政府的法理令數 你就要去堅持 這樣對不對 那也拍一個手 那對就要拍手了 那不是 不對 就像嘴巴向我 唾棄我 那有說白嗎 有 有 這漂亮聲音是怎樣 有 有 那那睡不白的程 真的睡不白 要不然你睡多久 沒有睡 睡不去 沒有正常 第一晚睡不去正常 第二晚睡不去 表示那天沒有你炒得很累 不是 上司委在時七點半 上上到晚上十點 你又睡不去 好 上上跟你上 上起来 蛤 有什么河民哦 我等你 有人河民哦 我跟你教我 修和邀一个 修和邀就不河民了 两三拜 就跟邀两三拜 你们很高兴 这台湾人 标准的台湾人 台湾人会喝酒 不好意思说 台湾人会喝酒 不好意思说 所以才会变成台湾的现状就是这样 都你们下的啦 民企知道中华民众不是哪个国家 就不好意思你 三期的时候一盒米索粉给你 不好意思你 你们相信 我问你们 你们要良心 欧白说的不要拿到 不要拿到 你们良心说 说白菜的百度听我先跟你说 你在选戏中间接到什么东西 给你汇旋 请你去吃饭 请你去游战 这边这么多 啊那边没有啊 好 手放下来 那是怎样 我跟你说啦 所谓的选戏 如果会接受费款 或是美食 那种的选戏叫做不民族啦 所以美国人说 你台湾有民族选举吗 台湾人不认识就说台湾民族啊 逼啦 选戏他会拿的东西就不民族啦 选戏他会拿的东西就不民族啦 会买票就不民族啦 选戏政府 政府 一个好选戏都拿一票给你三十块 这就不民族啦 选戏什么说 选戏我们要给他三十块 政党就要给他五十块 选戏都是花很多钱的 你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你有花钱 都不知道 对不对 做土耳民的啦 所以 主动我们知道他台湾民族的鼓吹 不去选举 因为选的是中方民国的选戏 跟我们台湾人无关 所以有人说 你拜去选过台湾总统 拜不 拜来打手 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 你这家庭里面的我告诉你 台湾人会给你起死 我告诉你 你以前选的是中方民国总统啦 你听到没有 中方民国跟你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印度人 这个是 西中流亡政府 政府在达南沙拉 选一个流亡政府 他选票选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 印度人有去选票吗 没有啊 像我们台湾人 人都要退中方民国 选业总统 啊 选 没关系 你就要花钱 你就要三十块 五十块给他 所以台湾人很努力的 对不对 对 对的举手 哇 这条国内跟你说 你又真的举手 诶 我觉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举手 什么时候不用举手 哦 再加一个腿就对了 再加腿就对了 不过 我跟你说啦 我们说实在 像我这么聚也没错啦 因为 阿嬷阿嬷 阿嬷竟然来什么论书啦 参与完整的都让我收起来 金金金 大家要回去都说 哇 来台湾 像这条国 比一四人 大家找到这么多 说在当东京地大跟京都大 这两间很有名嘛 有含那些人都搞不清楚 我跟他说是怎么在日本 公公一直 不必叫健全坏 刚才你说 台湾市意见赏他们 中华民说 不是吗 我说是嘛 你说话 诶 破资产宣言 我们的天皇说 他要全面接受破资产宣言 所规定的一切啊 你有听到吗 啊我们台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 什么 是说开罗的宣言 说台湾已经行 给中华民国 有没有 我脱下阿民的论 什么叫宣言 什么叫宣言 英语叫做Decoration 宣言 又是一字叫做Claim 主张啦 建政时的主张 一定要纯秀 我说一定要纯秀 你就会知道说不一定了 我说建政时的宣言 要纯秀 你可能会答错了 宣言的地位和TREATY 那如果这个宣言 主张而已 好像不是 我丈夫给您说一个例 彩券 我落地拿着一张彩券出来 好像不是说我落地拿着这个台湾 跟你说 你如果打贏我我这个给你 这样这个台湾要交给他吗 他打贏的时候要不 要的 因为这张彩券 这个台湾是你我落在那里的东西嘛 我跟你说 你如果打贏我 我隔壁 隔壁101我送你 对 答对了 101不是我的 我是怎样的 可以跟你说 你如果打贏我 我101送你 那真的叫做拿白人的军头部去做什么 酒塞 你们听懂有意思吗 所以 海洛宣言 说台湾偏偶要听到 中文民国看得贵 那当初的台湾偏偶是谁的 日本天皇爺 酒庄白人士就是这种 我一个人说 人家就说一个听 啊 我们都没想到 我说你没法聚 真的 这很简单啊 其实这很简单啊 有简单吗 简单嘛 台湾人 六十九年来都想不到 但还跟你说 我延期不是这样而已 开罗宣言说要向台湾平衡 美国说台湾平衡要向中国民有先铁条件 什么先铁条件 主席有向他答应说 那如果你要还给我的话 那我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我就不会侵略我的周边的国家 你向他答应 一九四九年 十二十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了中华民国 就是政变成功在北京 已经五公年六月二五 汉泉保护 毛泽东下令 军队去支援 汉国 北韩 这已经 在美国的立場是说 你已经打破了 开罗宣言的法式 当然啦 开罗宣言就概括说 他没要清理旁的国家 要用台湾平衡也不行 因为 按建政法来規定 按国政法来規定 暗号不能移赚租款 只要这条结下去 他就淘汰了 他就台湾平衡不能带给他了 更何况 汉泉保护 美国跟毛泽东说 你已经违反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一违反就等于违反 波次弹宣言 那时代是这样 整个机密档案是这样写的 所以有的人看不听不听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 你秘書长你落机密档案 这密档案是什么 是美国的 他怎么要给我 因为我够 我够了半年 他就派人来台湾 对我全面开放 他是想说我讀不允计 这密档案多少人 我一个人 小两个人关 来这些允计 我让你讀我讀四人 我不允计 我讀这些东西很近 而且我会重点 会看得出重点 这我天生的 感谢我的父母 会配我的父母拍手啊 我就常常跟你说 这个美国人很夭壽 这台湾关系 跟你说一个 People of 台湾 跟People on 台湾 我们不要分了 你讀英语 你分我看 一个中国的台北 这是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也不要反 反正中华台北 有些人说 不对啦 中国台北 两个都不对啊 台湾中国什么意思 你不要胡说 拜託 我说得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说实在实在台湾人很可憐 六十九年来 都生活在 矛盾中间 你所接受到的报纸新闻 会不会跟你说 如果不要的都去台湾 好的都去中华民国 你有注意吗 我最后虽然是 你一天半年很久 到点半年很久而已 但是我 最后以外的这些后边 这些我们这些工事 都会把你们详细的 每一个工事都一段一段一段 那就让你接起来 好像不太清楚 新台湾论 以外 我还有一个战争史回顾 第一册到第五册 里面就很详细 时间地点 条约内容 分析得非常详细 我来这里 我有一个很得意的文章 就是我们对于三个公报 1972年 上海公报 1979年的建交公报 1987年的 817公报 这是中国和美国的三个公报 三个公报里面的那个英文 我刚才跟你说 绝对全世界 我全世界 没人有辦法像我分析 这个三个公报 那些英文一直一直一直 他听下来说 绝对没人有辦法跟我同样 这是怎样 因为我 真好文 我初中的时候 是设台北的 台东中学 那时候是第一册丸 我的英文老师真正有点赞 那时候 里面说他赞 那时候是很小的 都变我设英文的 现在才觉得 我那个老师真赞 什么戒细词 名词 交换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 People of Taiwan 叫做什么 台湾人对不对 对不对 不敢说 英文很简单 People People的人 of 台湾 很简单 细语的英文 你不知道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对不对 对不对 对 那是People Ong 台湾 到底台湾 你现在知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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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两个都是 台湾人 对着哪一个是台湾人 是不是说 这是不是 寫得不对 最近美国 国务疑所 对台湾公布的文件 都两个人在说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f Taiwan 都人在说 你如果说 轻轻松松看 就要反映 No 三个公报 哪一个公报 写得最好 817公报 写得最好 哪一个公报 写得最烂 上海公报 写得很烂 上海公报 他没说 他没有按照 国际的形式 软下 因为 那当时 尼克森子 偷偷摸摸 跟季辛吉 走去跟 毛泽东 记民 发表 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 来自一塌糊涂 那个英文文法 什么都用的一塌糊涂 因为那些偷偷摸摸 可能都 放在那些 麵杯的 下来 不然不是这样 那是我刚才这样说的 但是你会看得出来 上海公报 一点 所以文法上 一点都不会严谨 来巴一声公报 跟建交公报 这两个不错 什么 过一过一举举举 你们俩 就是说 下一个条约 很简单的 不简单 我一个 跟那个阿伯说 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几下 我一个 跟他说 就这个和平常会上下 他马上跟我回答 杜勒斯 说对 那那个 马关条约上下 嗯 说不出来了 不要乱扣 真的不能乱扣 马关条约 这也是杜勒斯下的 蛤 杜勒斯多久 我说不是啦 那个上面 那个阿公 这个小孩 孙子 杜勒斯 他们这个家族 他们这个传统都很聖 所以我现在已经相信 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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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一定啦 有什么基因的突变啦 所以我当时的聖的 我们的聖的 不要拖聖 都不要怪他 你要怪你 你给他的就是这样 他不要拖聖 不一定不好 听得好 听得好 他一定有别的长处 你会发电啊 有很厉害 会画画 有啊 像那个James 徐格林 他哦 他老婆 老婆都要拔去美国去设取 就要他去美国 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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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聖 我我已经供 영Alright 我已经拖聖的聖in 我已经照你的意思 音称达到 从今天开始 我要走我的路 然后途去设取In 其他会发展 当然它画的我看不 а 它让人感受到印象画 印象画哦 有一次 divine 有陈我去画画人 诶 你们 Stechn pun 有哈哈 看底哦 那个印象画广二是有什么意�oll 你知道嗎? 你給我看嗎? 抽象畫怎樣看,你知道嗎? 我比你更厲害,你看看 我現學現賣 就是說有這個東西 要畫 如果我們平常的人畫這個東西就是怎樣? 整個機機照那個影 上面穿上的畫比較黑色的,有嗎? 要畫出來這樣對不對? 印象畫不是這樣,抽象畫 他自己電動,他畫這樣看 畫畫畫看上面 還是畫畫畫畫 畫邊看,畫這邊看 之後,所有的方向 都從畫作一張紙裡面 你聽到嗎? 這樣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看 這個在幹什麼? 這張畫怎麼這麼貴? 就是這樣啦 你知道嗎? 我剛才這樣教你這個,你賺很多錢 你只學這個,你不用教學位嗎? 要不要? 要 真的假的 我就跟你說實在 所以很多的學問 很多的學問,學友專精 我真的沒有跟你騙 我現在跟你說這樣 後來你去看畫,你怎麼看呢? 你去看畫,我幫你揉皮 你怎麼知道這畫怎麼看? 你怎麼看有? 抽象畫,一般來說 都看不到 我現在跟你說,你就看有了 所以他也要拿 他學生高肥的孩子 在抽象畫畫 你看 還沒說以前 我把自己揉什麼東西 哇,這天材 我怎麼看不到 他才告訴我 那個孩子在揉一支車 從頭前,後邊,上面,下腳,旁邊 所有各種方向 都揉到一張裡面 不是說有沒有 那個人沒有抵抄 別比如說 我們不擅長的 不是啊 這是被 неб暗HA 沒有沒П诚 他有那個老爺 可 MATI 還是不要管 由它小孩子 然後從她長的 不要去學畫 因為藝術學院 聽說 變作 很有 畫畫方面 真有天才 所以我怕你們在上課也要 我也要跟你們說 世間沒有一定是要讀書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高級班比亞 差不多要再過一兩五月 你會有機會去想 因為高級班比亞 你會有一個證書就是高級的 結業證書給你 這兩位你自己去想說 你是不是 真真正要拿 人民設想 要拿人民服務 你若真正放我心想說好 我要拿人民設想 要拿人民服務 你來參加法理電招 找植物電招 植物電招的時候就開始經理這件 我們的這件 是讓我們的學員自己選的 你要做議員 有中央的議員 有州的議員 有郡的議員 郡的議員 你要做內閣 有中央的內閣 有州的內閣 郡的內閣 要做黑城 你可以參加黑城 什麼是黑城 黑城就是後來要參加 我們要關海巡 部隊 關警務警政 國安局調查局 有中央的 有這些東西 你若要關火 我們現在存兩次關火 一次是2月7號 另外一次是3月7號 都是禮拜六 下午2點鐘 來這裡關火 關火都不用錢的 關火也很簡單 但是你都關不住 200個而已 是非題 80個 選擇題 120個 議題是0.5分 你扣不到60分 你要相信嗎 不要說60分 70分就扣不住了 有很多 六長 帶孩子來想問 我不是叫他來扣 來扣的時候 他在外面說 我女兒子這麼厲害 他扣什麼扣都扣過 律師的律扣 他現在還要做律師 我說 恭喜 來這裡扣三次都沒過 我沒有超過範圍 我看了那本新台灣論 當然新台灣論還有一個好處 你如果睡不著 看那個很快就睡了 你如果認真來看 你會越看越有趣 因為你所說的 跟現實是中華民國跟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不一樣 例如台灣見掰 哪有說過一 台灣打敗仗哪有說過一 台灣被美國打敗 為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占領 古金山河平條約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部隊都世界都有看 外面看到 中華民國的軍人 沒有看到美國的軍人 為什麼 大家都都有了 菲律賓 管道 古巴 跟葡萄羅一個 本來是西班牙 但是掛給美國去 有很多台灣的小人說要獨立 有嗎 甚至有 還比較少說 台灣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有嗎 說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二州 有很多方法 一個方法最好就是向美國宣戰 美國給你打敗 其實不用了 我們就能打敗起來 那你就宣戰 要變成美國五十一州已經沒有機會了 我再跟你說 美國的參議院 上個世紀宣佈 因為美國本來是十三州 一直擴充一直擴充 擴充到現在 五十一州 他自己覺得搶死 所以他的參議院跟眾議院搜尋說 我們美國不要再增加新的州 扔下去 憲法 所以佈多利哥跟恐龍 一直想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不可能 不可能佈多利哥是美國占領 美國要怎麼對他們交代 要怎麼交代 你要怎麼交代 你想到什麼 他要怎麼對這個波羅利哥交代 美國去那邊 坦白說 我說一個不適當的例子 好像不輸 波羅利哥已經去美國做小三 很趕快 啊小三 你要吃他嗎 要齁 你們這個女婦又特別大隻 小三要吃他對不對 波羅利哥今天就是小三心態 老娘就等著你救濟 美國現在一年給波羅利 波羅利又一年多少 五百億 剛開始的時候美國臭皮說 我有一個小三 花一點錢威風一下 已經花幾年了 百幾年了 所以美國在十幾年以前說 會這樣不動 跟波羅利說來來來來 兩塊讓你選擇 你獨立 另外一個你加一塊美國變五十一州 波羅利哥的政治家 比美國人更聰明 用好 美國高興 美國高興 從今年我們來公投 好 公投題目 波羅利哥要不要獨立 看來 這政治人物 一起跟波羅利哥的人說 我先跟你們說 你若同意獨立 你女兒馬上要做兵 你馬上穗金要錢 要買負責 波羅利哥就笑了 他要做兵嗎 沒有了 要買負責也沒有了 所以公投的經驗是怎樣 波羅利哥要獨立的人 不到三十趴 不成了對不對 可以拖幾年 拖八年 第九年美國說 等一下 不然你變成我五十一州 不然我一年都給你五百億 我就要給你補到破產 你說很好很好 五十一州來 公投五十一州 波羅利哥的人 又跟他們的人說 我跟你們說 加上美國變成五十一州 要交聯邦稅 波羅利哥的人跟台灣人 很不愛繳稅 稅金很重 美國的稅金很重 你的薪稅要靠三分之一 靠稅金 聽說三分之一我也沒有 公投怎麼會過 絕對不會過 還過八年了 過六十六年了 美國說 啊 你在玩我 你把公投跟 五十一州 放到你 我現在走不去對不對 好來 本位 那些政理得很欠 還跟那些人說 都給他抖五十一州 因為美國的參議已經說 沒有要抖五十一州 大家都給他抖五十一州 現在抖了 超過一半以上 現在抖回美國 抖回美國 抖回美國 那是國務一樣的 抖回美國的時候 美國參議 提出這個說明說 你欺負的喔 我們的憲法規定說 沒有要抖五十一州 那十幾年 看到現在 就這樣一樣 每年 波羅利哥 那些人很漫畫 賣一個很大塊的 你吃分 在海賓 手球這樣 錢給我 哈哈哈哈 台灣有一天 我們抖美國一後 美國會跟我們騙 讓你獨立也好嗎 獨立也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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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錯喔 很聰明 讓你變五十一州好嗎 不喔 繼續把我抖而已 每一天他看北華羅 這樣就好了 好 今天高級幫我送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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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